企劉 大家好,這裡是KT 這裡是改版內容 沒有太多改變 但主要一個重點是 Burnout狀態 擋到敵人攻擊 恢復的氣條有調整 那他主要調整的方向呢 你在Burnout的時候呢 還能正確的阻擋到對手的中下段的話 那你恢復的氣條 基本都比前一個版本 大概多一倍 所以Burnout的時候呢 好好的防禦 可以讓你回復的更快 那其他的就是一些小小的調整 那就看影片 來加角色阿Key 阿Key的衣服 阿Key的配色 然後自訂角色的一些道具 反正就是新角色的東西嘛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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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在選角畫面的時候 可以開關是不是要釋放按鈕輸入 然後10月1號開始增加傳說階級 MR前500名給你傳說的頭銜 很遙遠 自訂房的顯示方式可以設定 訓練模式 訓練模式的快捷鍵 設定你打敵人延遲做動作的一些顯示啥的 訓練模式的frame表的那個條 他的顯示方式有點改 就顯示的比較細 設定被打或被擊防禦的時候呢 過多久 動力條才開始回 錄影設定 因為你原本如果你設定錄影嘛 然後你要是按那個 你按的那個重新開始戰鬥的話 那你就要重新再按播放 他才會開始動作 那這次是你可以開關說 你按重新開始戰鬥之後 他還是會繼續自動播放 大廳的聊天室功能 不重要 改bug fighting pass可以 打超過21集 即使你沒買 哇這什麼白癡bug 角色調整 輔助連段調整 有些輔助連段的輸入的時間太短了 把它調整一下 如果你輔助連段打到一半停下來 然後再重新再按同樣的輔助連段 他會持不到指令 最後一個就是調輔助連段 輕的輔助連段 有些時候一直連打會變成輕攻擊取消 前前跟後後的調整 第一個是如果你連續前前前 按了三次 他有時候會變成你連續 前前兩次 三等於四 有效輸入的調整 他們覺得有些時候會意外的噴大招 為了不要太噴大招 他們調短了 下前下前跟下後下後這兩個指令 可以接受的frame數 然後再來 動力槽 你完美parry得到的動力槽的調整 他就是說 你如果用完美parry parry到多段攻擊的其中一下的時候 然後呢有一些狀況會變成你消耗掉的動力槽會比得到的 就完美parry得到的還多 就是反而沒賺 那這樣我完美parry 第一下 然後parry完剩下我是會賺更多啊 總之因為原本你parry多段的攻擊 parry到必殺技就加一格嘛 那多段的必殺技他就會把那個一格平均分給多段這樣 那要是 但是你要是完美parry到其中一下 那你就會只拿到 例如說那個可能百列腳踢個五下 然後你完美parry到其中一下 你只會拿到五分之一 也就是他讓你完美parry到那一下的時候就會拿到所有的氣條的意思 我覺得還好啦 Attacking your mother being high play 就是呢有不少的動作會意外的打到 就是攻擊判定跑到背後 但這也不是什麼buff nerf 這是bug burn out的時候 獲得的動力槽量 就你burn out的時候 你在回氣嘛 那你如果有擋到敵人的攻擊 你會回比較多嘛 會一下子回一部分這樣 因為有些設定錯誤 所以有些招式 你在burn out的時候擋到 你賺的氣槽的數量是一半的 所以他把它調回來 也就是說你burn out的時候這些招式擋到 你應該會賺到更多氣 那哪些動作呢 每個角色不一樣 然後呢 burn out的時候被磨血 有一些招式磨的血數量不對 所以這也是調整 再來動力衝擊 然後再來parry 第一條是 你蹲著按跟站著按 那你開始消耗動力槽的時間會不一樣 然後再來改另外一個bug是 某些角色蹲著的時候按住parry 開始parry 你會開始耗嘛 然後呢 他消耗的量不對 會異常的多 原本有個bug 就是你如果完美parry到一個氣功的時候 你有輸入跳 那即使你跳這個動作 完美Parry完才按 然後在你角色硬直之後按你還是會跳起來之類的 反正這個還好啦 就一個bug是你如果跳攻擊被完美Pay之後呢 那你落地之後可以按攻擊的時間會晚1frame 再來各角色調整 第一個龍 就是如果你在第二frame才打到人的話 你的角色會往的動畫會往後退 這是奇怪的bug不重要 中拳輕腳重腳的TC連段 如果最後一下打到Punish Counter 原本是不會扣人氣槽的 但是現在把它改回來會扣一格 然後呢這個TC 這個TC的第二下 如果打到Punish Counter會到加對手的氣槽2000 2000大概是五分之一格 因為你打到人他反而加氣 但是要Punish Counter 這是數字bug 應該設定錯了 而且你那個龍的那個TC連段 你第二下要打到人Punish Counter 有這個可能性嗎 OK 重拳重腳的TC連段 重拳重腳TC連段那個重腳 如果打到Punish Counter的話 原本不會扣人氣 現在把它改回會扣一 這一樣很奇怪 因為你第一下打到第二下怎麼Punish Counter 理論上 理論上不太可能 再來龍的惡氣大招 集氣版本 就是原本龍的惡氣大招有個狀況是 你如果是集氣的狀態下 他的上下 你人在對手正下方 下方的時候呢 會打不太到人 現在把它集氣版本的判定框 調整 讓他比較可以正常的打到浮空的對手 這只是用浮空連段 然後再來是 我剛剛講的那些招式調整 就是你 對手不能擋到這招的時候 加的氣槽 加的細量調整 跳攻擊的第二下 跳攻擊第二下要站著擋中 也是蠻困難的 然後再來是前中手 就蓋頭的第二下 調降 調降 因為是第二下 然後再來是OK 就是被Perfect Parry 得到的氣量 這個剛剛講過 多段攻擊的時候 擋的氣量這個就跳舞 這個就補一個一個講了 然後改一些動作 會異常打到背後的敵人 這個也不重要 CA的最後一下 背後有攻擊判定 你要怎麼樣有辦法 知道這件事情 是不是改的都是一些 不太可能發生的事情 再來路克爾 下前腳 OD版下前腳 然後按拳 就是 跑步肩撞 應該是吧 跑步肩撞 OD版 被擋住的時候 它獲得的CA槽的量提高一點點 因為原本是設定錯誤 完美版下後清拳的集氣的第二下磨的血量 從75到50 這真的超細 怎麼 我覺得真的不能期待 他們有什麼 這次的快打會有什麼很大的 調整喔 真的是鐵了心 沒有要像五代那樣子一下 Buff一下Nurve Burnout的時候 擋到路克的下後 完美集氣清拳的第二下增加一點 下那個氣功的派生 就不是OD氣功 不是可以多噴一下嗎 多噴的那一下原本 擋到是不會 就你在Burnout的時候 擋到是不會加氣的 但現在把它變成會加氣 設定錯誤 這都是數值設定錯誤喔原本 一樣多段攻擊 等下多段攻擊調整 那個我就不講了 反正就是多段攻擊 完美Parrie到這些東西 沒什麼好講 在某些狀況下 他的DI 撞到敵人會沒有傷害 稀有但改Bug OK沒事 再來Kimberly 輕拳中拳 輕拳中拳被對手擋住的時候 你獲得的CA槽 增加一點 原本的設定錯誤 OK 防住Kimberly的下潛拳 中拳中拳中拳版本 會有第二下嗎 那個第二下扣的動力槽量提高 但這邊講提高降低 其實都不是什麼BuffNurve的原因 而是因為他們原本數值設定錯誤 他說如果有敵人在Stunt 暈眩的時候呢 在暈眩而且有滿的氣槽 什麼叫暈眩而且有滿氣槽 你暈眩不就是沒氣嗎 反正這個就是說 他大招打到人有些狀況下 會把 會讓人從burn out狀態恢復 但我覺得這個 太少見了 因為這個狀況可能是 可能是在同一時間你被打昏 你又剛好恢復之類的 這樣才會發生 太少見 然後再來是Drive gauge 反正就是有一些招式的 你擋住他 你burn out的時候擋住 獲得的氣槽值提高 我覺得有可能是 一整個計票結束 就是四個角色出完 才會有一次大調整 我覺得 再來村莉 村莉 村莉的跳重拳 打造在地上的敵人 跟空中的敵人 傷害是不一樣的 空中的敵人 打的比較少 然後呢 但是你要是空中打到 Punish Counter的話 他扣的血量是 地上版本的 原本是扣960 所以現在把它改回去 變成你 跳重拳 打到空中的敵人 而且Punish Counter的話 從960變成600 說是改Bug 但實際上變手 但空中跳重拳 打到Punish Counter的機會 不是那麼多啊 OK 行雲流水派生重手 就是那個蓋頭 頭部的授擊框 縮小了 所以頭部會沒有授擊框 然後現在把它加長 頭部喔 只有頭部 Head 就是打不到頭 頭會消失之類的 現在把它加回去 然後 行雲重手 蓋頭他不是有兩段嗎 然後呢 你要是 第一段沒中的話 第二段 理論上也是中段 但原本是Bug 第二段 第二下 第二下 不算中段 但現在把它改回去 所以你要是 第一下回空 那第二下有打到人 那下還是算中段 還是可以蓋到頭的意思 OK 這個是改Bug 不錯 但這邊有一個重點是 所有 地面上打人的中段 例如 春麗這個行雲重拳 或者是像怪獸那個頭錘 這樣有兩段的 你要是擋住了第一段之後 那第二段 就 不是中段了 懂我意思嗎 就是你擋住第一段 然後你 馬上搖桿往下拉 你蹲著 第二段也不會打到 因為他就是 不要讓你在地面上 就有兩下的中段 這樣 然後再來 歐地板凹 下下角 OK 就是 這也是超難發生 歐地板下下角 你要是只有第二下打到人 而且打完之後 對手跟你換邊 落地的時候 春麗會 移動非常大的一個距離 那把這改掉 但你要下下角 歐地板 然後你還要指中第二下 而且第二下打到跟你換邊 然後再來 遺棄大招 遺棄大招 遺棄大招的Bug 原本有個Bug是 除了最後一下以外的攻擊判定 打到空中的對手 死殺不了人 然後再來 封衣扇 用輔助連段 打出封衣扇之後 後續的輔助連段會斷掉 出不來 改掉輸入 這是現代模式 你用輔助連段才有的狀況 防住春麗的三氣大招 你防大招不是會被磨掉 動力槽嗎 那他把 然後三氣大招有三下嗎 就如果防住的話 把扣掉的動力槽分配到三下去 原本是只有第一下會磨動力槽 然後第二下跟第三下不會磨 現在把它改成 第一下磨最多 然後第二跟第三下會磨一些 這樣 但總體不變 然後再來 呃 不能讓我磨血 中角版本的水鳥 下擊器上角 原本會磨275 現在改成磨300 這是整體調整 可能數值錯誤 真的沒什麼差別 我覺得這大部分都沒什麼差別的東西 調整 Burnout的時候擋住獲得的氣量 這是總體調整 這每個角色都有 所以這邊就不斷講 調整一些招式的打到背後的敵人 然後多段攻擊被Perfect Parry獲得氣量調整 這不這樣 馬動 哇這什麼 就是呢 你跟對手同一時間 用DI互撞 他不是會動一下 然後兩個人彈開嗎 但是馬動有一個bug 是你就算比別人晚 晚1frame出動力衝擊 那理論上你比較晚出 你應該吸收對手的那一下攻擊 然後反撞回去嘛 理論上 但是他這bug是 你如果只晚了1frame 的話呢 兩邊還是會互撞 你撞不了人 這bug 對 中角版本的 那個下前角 打到Punished Counter的時候的傷害 是設定錯誤 所以呢 從600條到480 減少 但是只有第二下 然後改一個bug是 中角或OD版本的下前角 被擋住的時候 可以取消大招 這是bug 應該要不能取消大招 所以都要改回去 OD版下前手 就那個 轉一圈打一下 抓人家獎牌那招 你如果三個獎牌 或四個獎牌的時候呢 他的收招動作會晚1frame 這什麼奇怪的 奇怪的bug 然後再來 一氣大招 馬弄的一氣大招 原本有個bug 是如果兩邊都在發生frame 碰到 就他那個滑壘 滑出去的時候 跟敵人某些招式的 攻擊判定碰到的時候呢 兩邊會穿過去 然後現在會改成 他會繼續往前直到 攻擊判定看有沒有打中對手 那這裡是bug 然後再來是 OK 分號擋到招式 的時候 加著氣槽 有些攻擊會 打到背後的敵人 的bug 這也是改 然後多段攻擊被perfect parry 的時候給的氣量改 這也是總體bug 我真的不講 再來肯 當你用drive reversal 就是低反 當肯用低反 打中敵人的時候呢 他的低反的無敵時間 會延長 這是個bug 例如你擋那個氣功 擋那個rushy的龍捲風 有多段的時候 你把敵人彈走 就你擋低一下 然後你反彈邊 人彈走了 但是那個氣功的攻擊判定還在你身上 那有可能 其他人會吃到 那肯不會吃到這樣 這是bug 改掉了 跑步升龍 你擋到招式 跟被招式打中 你都會得到一些CA槽嘛 那 你擋住的時候 獲得的量 應該是被擊中的一半 那有些說設定錯誤 OD氣功 肯德OD氣功 不不不 肯德OG氣功兩段嘛 那原本是你如果第一下打punish counter 的話會直接扣 然後現在 但是第二下打punish counter不會扣 然後現在把它平均變成兩下 最嚴格講其實是 我不會扣那麼多 因為第二下要punish counter比較難 然後再來總體調整 burn out的時候 burn out的時候擋到跑步蓋頭 動力槽提高 然後 迅雷的輕腳派生擋住之後獲得的量也提高 然後 迅雷的中腳派生擋住之後獲得的氣量也提高 分量到狀態 這也是總體調整 基本 就這樣沒調 我覺得大部分都這樣 商吉爾夫的斜下重腳 那個翻身吧 擋住商吉爾夫的斜下重腳的時候呢 損失的動力槽的數量設定錯誤 原本是3000現在調整為6000 就是大概半格多 原本是3000是不到半格 所以現在擋住這個 斜下重腳 扣的氣力更多 商吉爾夫的空摔 允許輸入時間從20fm降到12fm 他說因為會變成跳攻擊的時候 意外的出成空抓 所以呢 現在空抓轉快一點才會出 我不知道這個對 我不知道這個對老商玩家的感覺是怎樣 空摔 而且摔到Punish Counter的大招氣條 設定少了一點 他把它加回去 就防你可能起跳 然後按個 你要跳那個嘛 有些 老商會出跳腳攻擊 就是那個嘛 跳重腳嘛 跳重腳 或者跳集氣重腳 OD版轉轉轉 第二下 以後的攻擊獲得的大招氣條 調整 減少 一些 一氣大招 這什麼奇怪的bug 就是你被大招打到 不是會扣動力槽嗎 然後他說 他有個bug是 你如果是用一鍵出招的方式 出的話 被打掉的動力槽會 少扣60 但你知道這個60有多白癡嗎 你知道一格動力槽 在遊戲的數值設定上是多少嗎 一格是1萬喔 呵呵呵 所以 一格是1萬 然後呢 你用一鍵出招 對手會少扣60 千分 千分之六 這個數字到底是怎麼回事 這是他那個數值設定的時候 手指不容易按錯之類的 好我覺得這次有很多 OK 很多大招 有一個調整是呢 我直接講這句話 你聽聽看就知道 如果這個攻擊 打中了暈眩 而且有滿氣槽的人 那他們會馬上從burn out狀態中回復 你知道這句話多麼的邏輯倒錯嗎 就是 你又stunt 你又滿氣槽 也就是說 這應該是純粹數值設定上的問題 但是實際遊戲上不可能發生的狀態 而且 老商的一氣大招 你怎麼打得中stunt 就是暈眩的敵人啊 這是空抓耶 呵呵 到底 所以這個完全是數值設定上的問題 然後實際遊戲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老實說我要是 老實說我要是 要是卡普空 我不會寫這條你知道嗎 就是 如果我理解沒有錯的話 就他們把這種程式底層 寫不對 但遊戲上不會發生的東西 也列出來 很有心啊 很有心啊 那個 這份大概是工程師直接丟出來 然後呢 他們沒有那個 營運或公關人員看過 就直接把它編出來 因為那個對玩家講根本沒有差 沒有差 老商的二氣大招的那個 攻擊判定調整 讓他不會說 你打到空中的敵人之後 他直接飛過去 導致後面打不中 這樣 二氣大招要是 出的時候 你要是啟動的時候 被敵人的攻擊打停 但他的攻擊效果還是會跑出來 我覺得應該是那個啦 吸人的這個動作 就是你這招被別人打停了 他吸還是會出來 然後是bug fist opponent reaction animation OK 被擊中的動畫 這個跟實際沒差 OK 我覺得這個是總體的一個概念 就是呢 你在burnout的時候 擋住敵人的攻擊 你會加氣嘛 你會回比較快 你會回一段 然後呢 為了獎勵你有正確的擋到敵人的 中段或者是下段攻擊 因為你防禦 而且你還要防隊 你不是防中段或下段 而且你還 因為burnout不能parry 所以呢 獎勵你擋 擋對方向 所以呢 在這些狀況下 呃 你burnout的時候 防到對手的中段或下段 回得起 會比一般拳腳更多一點 我覺得他的概念是這樣的 所以像這個 呃 老桑的下中角跟 斜下中角就是蓋頭 原本擋到的時候 獲得7量double 其實每個其他角色都是這樣子 都是這樣子 就是你已經burnout 但你有正確擋對 中下段 就是給你多一點獎勵的意思 這樣 我覺得這是OK啦 這是獎勵你防禦正確 就你即使burnout還是有好好防到 那OK 沒什麼問題 那再來是多段攻擊的判定 沒什麼 再來 JP 這是之前就有的bug吧 怎麼會這邊有寫 還是OD版也有 就之前不是有 之前有個bug是 指令頭抓到人的時候 你那個 JP剛好被 對手的氣功打掉之後呢 對手會被抓 然後JP可以亂動 就是等於取消掉後面那個 動畫就對了 但是把它改掉 再來下潛重手 下潛重手打到人的時候呢 不管防禦還是 擊中 那個JP都會加氣槽嘛 你招式打到人都會加 但是對手burnout的時候呢 原本有個bug 是 JP的下潛重手 然後第一下 加的氣 會減半 那把它調回來 這也是小東西 一氣大招 他說原本是設定數值錯誤是 你如果Perry到第一段的時候呢 不會加氣 Perry到一氣大招總共加兩格嘛 但是呢 原本的問題是呢 你只有Perry到第二下 他會加兩格 第一下是加零格 就什麼都不會動 然後他現在把它平均分配 就Perry第一下加半格 第二下加半格 但是呢 要是你只Perry到第二下 就是他氣功飛出來 你才Perry 你還是會正常的加一整格 對就這樣 正常的加兩格 這樣這樣 數值設定把它平均分配到多段攻擊 真的沒錯 我要說原本 二氣大招有個bug是 他放了二氣大招 之後 馬上 被 敵人的攻擊打 後退的話呢 那這個二氣大招不是會召喚很多隻鬼嗎 最後一個鬼會直接提招噴出來 剛才那個就是 那個小鬼有一隻 在被打的時候 會提招跑出來把它改掉 然後再來三氣大招 這一樣 是剛剛我講的那個就是 什麼你又暈又滿氣被打 那個 這不重要 這也是共同調整 有一些攻擊會打到背後 中版本 因為中版本的氣功 跟中版本有分上下段 所以擋到之後 加的氣 加的奔到氣槽會比較多 加的奔到氣槽會比較多 然後二氣大招也是 因為從第二段之後 有分上中下段 所以擋住之後 加的氣比較多 OK 來阿三 戰中角 打到帕尼康的時候呢 獲得的大招氣條異常的多 把它調回去 從七百降到五百 再來 跳中角 好喔 阿三的跳中角 的腳尖 OK 只有腳尖喔 腳趾頭 阿三的跳中角的腳趾頭 設定錯誤 變成上段攻擊 就不是中段 你跳攻擊應該是要中段 所以他把它改回 現在阿三的跳攻擊的腳趾頭 也是個中段攻擊 阿三的跳中角 原本你burn out 防住你不是會多負嗎 但是跳中角防住不會多負 這是bug 喔 punch啊 對啊 跳中手啊 Sorry 我剛剛滿腦子都是那個腳趾頸 腳趾頭 再來 瞬間移動 喔 什麼 他說原本有bug 是他只要一瞬間移動 他就會賺到大招氣條 喔 原本有bug 是 你如果用拳的 就地板的瞬間移動 瞬間移動之後呢 你什麼都不做 落地的恢復時間 跟 腳版本的 就空中用的版本 會不一樣 會慢一frame 這小bug Heavy Yoga Flame 前轉後中手 就那個吐火 近距離吐火 他吐火我記得是三段嘛 然後他說他這個bug是 他那個三段原本可以 那個 都可以 擋氣功 因為有氣功判定嘛 就可以擋氣功 然後呢 原本只有兩下有 可以擋氣功的判定 就應該是三下吐火都可以 三段啦 三段都有擋氣功判定 Yoga Arc 下前腳 那個 下前腳的那個 那個 拋物線氣功呢 除了直擊以外 打到地板 他會有一個小爆發嘛 那要是被那個爆發打中 會直接開始 連段懲罰 降傷害的那個連段懲罰 要把它改掉 空中的OD吐火 我覺得你如果出空中OD吐火 而且你連按 就你刷劍 你會沒辦法 取消出其他招 因為原本你空中 吐火你可以順移嘛 可以先吐火再順移 然後你如果刷劍 的話會變成吐了火 然後不能順移 再來 惡氣大招 You will fireball could not be seen If only the final mist 如果最後一下沒打中的時候 火球會看不見 反正他的意思就是 你可能最後一下沒打到的時候 那個火球的那個顯示會有問題 這也是不重要 然後再來是 多段攻擊Perry 再來Kami 後中手 就那個 那個 上勾拳 什麼 喔喔 我覺得這有一點那個 這有一點nerf 然後他這個問題是說 後中手如果是 後半的攻擊判定 才壓到人起身的時候呢 蹲姿 如果你起身搬著蹲姿 蹲防的話 正常來講應該要擋不到 但是Bug是擋得到 所以呢意思是說 現在你要是 Kami的後中手壓持續壓人起身 然後他起身搬著後蹲防的話 你其實是打不到人的 起身壓持續 後中手起身壓持續 會打不到蹲姿 然後再來 惡氣大招 OK 原本有Bug 這個打掉的氣量太多 過多 OK 半空中惡氣大招打到人 的時候呢 那個分配 扣掉的氣槽 數量不對 然後現在增加 700 10000是一格 700是7% 那這是一樣 剛剛那個什麼 又被打暈又氣滿什麼的 Burnout恢復 這個不重要 前中角 擋到前中角 這應該設定錯誤吧 Burnout的時候擋到 Kami的前中角 就那個戳 會恢復4000的氣 那是錯了 改成2000 然後 重拳重角的TC也是減少 然後 下前手 就是空翻滑梯 派聲滑梯 擋住的話 獲得的氣量提高 對 因為那是下段 然後空中蓋頭 一樣獲得的氣量提高 對 這跟我剛剛講的 就是你Burnout 然後呢 有成功擋住 中下段的話 獲得的氣量 基本都是提高的 再來DJ 輔助連段1 你在輔助連段的時候呢 按前加必殺鈕 會出不了 糟 這還好 重攻擊輔助連段 某個攻擊 你延遲按的話呢 他的那個 連段懲罰 會不會加 現代模式的OD氣功 你如果 按著後擊氣滿 然後你要去轉去 輸入前面 就是前 或者是其他的方向的 一鍵出招的話 會出不了 要不要改掉 下下拳 是什麼招 喔 跳舞加氣槽 那招 有人在用嗎 還是講一下 原本你出氣功 收招的時候 你被打 你會被Punish Con 那你Punish Con 一結束 馬上 出那個跳舞 的話呢 那你的跳舞 會在 你跳舞被打是Counter 然後他現在把它改成 會被Punish Con 他說 SA2的第一下攻擊 不能空取 原本不能空取消 現在把它改回可以空取消 我不太確定這個 他有什麼需要空取消的問題 再來D反 喔 DJ的D反 原本呢 那個 他的D反之後 收招嘛 那個受擊判定太小 他的受擊判定 踢完之後的受擊判定太小 跟畫面上看起來不符 而且太小 小到 跟其他角色比起來 不好被缺反 現在他把它調整 剩下就是總體調整 再來Lily 360抓呢 你可以在起跳的第五frame 使出來嘛 但正常來講 其他招式不行 但他的BUG是 他其他的 招式 可以在起跳的第五frame 也是可以出招 把這BUG改掉 然後 27大招 有疾風版本的27大招 然後你PARRY到加的 動力槽的數量不對 先把他調回去 太少 原本太少 然後呢 第二個調整是呢 空中連段的時候 有時候會 不容易接到 容易揮空 他現在呢 在 只限空中連段的狀態 他會把他的打擊判定加大 讓你空中連段的時候 比較不容易掉 可以正常的把招式打完 但是 只限你在連段中 也就你空出的時候呢 那個 判定是沒變的 就是對手已經在你的連段中被打了 這個判定才會變 剩下的是 共通調整 不對啊 BLANKA 喔 BLANKA 喔 下重角被擋的時候呢 獲得的CA氣槽 調降 降100 從600變500 前中拳 那個 蓋頭 對手擋住的時候 獲得的大招氣條減半 原本是500變250 前中腳那個膝蓋踢兩下 一樣獲得 對手擋住的時候 獲得的 你獲得的氣量 大招氣條減半 空中的OD滾球 擋住的時候 獲得的氣條 獲得的大招氣條減少 從650變450 OD版的 跳滾球 前轉後腳 Perry到之後獲得的 Perry到這招的 獲得的 氣量 提高一倍 再來 整體調整 跳過 Jewelry 喔 是 如果風水引擎開著 那你用輔助連段 輕攻擊輔助連段 會變成輕攻擊取消 輔助連段出來 輔助連段出重攻擊的 那個 派生招會額外耗氣 Bug 把它挑掉 再來總體調整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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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馬莉莎現代控制 哦 懂 這樣輸入比較舒服啊 簡單講呢 馬莉莎的現代招式是這樣 什麼方向都不按 按一鍵必殺技的話 就是出短鍵嘛 就那個 正拳 按錢 加必殺鍵的話 就是出那個盾 架盾 但是呢 因為你拳腳不能取消架盾 你按了拳腳之後呢 按錢加必殺鍵 他就會讓你 現在會讓你直接出短鍵 然後再來 原地跳下重手 那個蓋頭 空裝下重手如果打到 對手背後的話 收招時間會會異常的增長 把它跳回來 然後 然後如果對手在奔到哪裡 然後你從 對手背 背著你擋到這招的話 他們的 面向會轉向 這什麼奇怪的Bug 原本有個Bug是 這招 的落地收招時間 可以取消其他招式 哇好酷 什麼鬼 下後手的 下後手被擋住之後 這招的獲得的大招器條 調整 集氣版 一氣大招 正常來講 大招打Punish Counter 是不會增加傷害的 但是 Mawisa這個Bug是 一氣大招集氣版本 要是在第五 或第六個 有效frame 打到人的話 會有Punish Counter的增傷 把它改掉 然後接下來 OK就是中下段那個擋住 恢復的氣量調整 這是總體調整 跳過跳過跳過 開爾 蹲輕腳 原本有個Bug是 不可以連打取消 如果 被 霸體吸到的話 下中拳兩下的TC 原本奔到擋到 不是會加4嗎 你的有利Fran會多4嗎 當然它這個Bug是 你的下中拳TC擋 擋完會加5 會多1Fran 把它改掉 OD版原地坡 什麼莫名其妙的東西 數值設定 Perry到原地坡的 獲得的 氣槽調整 少100 100是1% 這基本上只是設定錯誤 跟Buff Nerf沒什麼關係 再來 一氣大招 Ban out的時候 擋它獲得的氣量調整 那這才20 這0.2% 這一樣是數值的問題 凱爾的一氣大招 重拳版本 打擊判定框 跟視覺上有一點出入 把它調整 你看三氣大招 不重要 整體調整 整體調整不重要 本田 站重手 你如果讚美過太陽 你用綠衝站重手 它那個滑的距離異常的大 把它改掉 蹲重拳 蹲重拳 就是你如果讚美太陽 然後你綠衝下重手 它的那個範圍異常的短 奔到的時候擋到有分鐘下段的攻擊 一樣增加你的回氣 OK 再來整體調整 不重要 這什麼白癡東西 Jerry的前後走 如果你喝到醉 如果你喝到醉 Jerry的前後走路 你如果喝到醉醉的時候 你喝到等級4 你已經醉到翻了 你往前走跟往後走的 那個啟動Fram 會晚1Fram 就你按前它會晚1Fram 來開始走 喝醉了嘛 這是BUG 改回去 再來下腳腳 那個往上踢的那一下嘛 對不對 就是可以把人踢飛 然後自己跟著跳起來的那一下 那一個 聽起來很正常 但是吧 對 你的喝假酒 你喝假酒的時候呢 你的下腳 下兩腳那個踢上去那招 它的啟動Fram 會晚1Fram 這也是喝到假酒的問題吧 再來那個喝醉TC 就是先踢腳 然後往後頭錘 他說你如果喝完假酒惡氣大招 假酒退了之後 你在自己手動喝 喝回去那個level的話 那它這個會 就是可能會變出不了招之類的 因為原本你要喝到醉才能出這個嘛 所以你喝假酒可以出這個 假酒退了不能出這個 你又手動喝喝回去 然後它會變得有問題這樣 所以JAMMY就是各種 假酒副作用 然後再來是整體調整 真的沒什麼 就是一樣 再來最後一個Rashi 前前前 他的前前怎麼樣 他說因為Rashi的前前動畫 有點不好看 所以他調整了他的動畫 讓他比較好看得出來 前前長什麼樣子 前前 然後再來 前前前還有改什麼 他說原本有個bug 就是你輸入的frame數不一樣 會導致他前前整個的frame數變得不一樣 你前前結束那個收招的frame的時候呢 如果被摔 原本有個bug是Rashi沒辦法解摔 可以改回來 可以解摔 再來空摔 空摔獲得的氣調太少了 把它調成2000 就是五分之一格 再來 輕的spinning mixer 輕的強化版 轉轉轉 這招敵人防住的時候 你自己Rashi自己加的氣槽量 有bug會異常多 現在把它調低 不過原本是五分之一格 現在只是把它改回一半 900 再來 中版本 有強化的 轉轉轉 打到punish counter的時候 原本傷害異常多 把它調整 然後呢 原本打到punish counter的時候呢 你賺到的動力槽 異常的 分配異常 他把它調整 總體沒什麼變啦 我看看 基本沒變啦 少一點點但沒什麼變 反正就打punish counter的時候的 氣量調整 OD版 風強化的 轉轉轉 凹 升龍 下潛拳 一樣調整punish counter的傷害 原本異常高 一樣 如果打到punish counter 獲得的大招氣調異常高 把它調回去 第三下 以後才打到punish counter的話 那個動力槽會異常增加 然後你如果parry到這一招的話 原本是獲得的氣量異常多 現在改回去一格 然後再來 OD版 封強化過的老鷹踢 如果二氣大招在對手的背後 然後呢 Rashy用OD老鷹踢過去 那老鷹踢會直接穿過對手 然後打不到人 這什麼呢 你還要對手 你還要你二氣大招對手的背後 可能打R3比較容易遇到吧 空中OD版後轉角 就是那個二段跳攻擊 敵人擋住的時候呢 OD槽 動力槽異常增加 把它調掉 跑步前腳 parry到之後的 parry之後得到的氣條 異常多把它調回去 就那個跑步T3下 再來 小戲的動力衝擊 某些狀況下 把敵人打跪的那個動畫 發生的時候呢 對手不會受到傷害 一個bug 一樣 然後呢 下面這些動畫 調整就是 出這些招式的時候 獲得的大招氣條 異常 所以呢 把這些招式 獲得氣條調整 原本是太少 有些太少 有些太多 不知道為什麼 總之就是獲得的大招氣條調整 哇這個錯的也太多了吧 接下來 總體調整 叭叭叭叭 一樣就是 磨血 我看有沒有改比較多 哇 Rashi的錯誤有點多啊 就是新角色比較 那個 檢查的時間比較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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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